現在錢啊正在大拍賣 第一年呢就把這個貸款給還完的話呢 你一毛錢利息都不用付 這是一筆免費的錢 這個錢呢拿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資 你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是無限大 這邊呢我們講的是勞工紓困貸款 是以個人的來說的話 好 所以這個影片我要讓你知道的事情是呢 在關於這個紓困貸款 你該不該辦 以及呢在辦的狀況下面 對你而言有什麼樣的好處 以及什麼樣的壞處 再來呢在辦的過程中 你該注意些什麼 不然的話你可能會浪費你最大的這個權益了 好 現在呢在拍攝這個當下呢 立法院呢還沒有正式刪讀通過這個案例 但是呢原則上呢是會通過呢 以及呢會按照去年的方式來算的話呢 這個貸款方案呢會是像是這個樣子的 是一個人呢每人的最高貸款額度呢是10萬元 而利率呢是1.845% 那貸款的期限呢是3年 而政府呢補貼呢我們第一年的這個利息 第一個月到第六個月呢是寬限期 而第七個月呢到第十二個月呢是要還本金的一個狀況 而從第十二年期呢我們就要還本金加上利息了 而按照去年的這個資格呢 放寬人這個資格呢就是呢只需要有工作事實就可以了 而按照呢我們實際的計算呢你要了解這個數字呢 對你會很大的幫助我等等會讓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利息呢寬限期的利息呢是154元 而因為呢前一年的一個利息呢是政府補貼的 所以呢第一個月到第六個月呢我們是不用拿出任何錢的 而呢第七個月到第十二個月的時候呢整個本利攤呢的還款的一個數字呢 是3414元 而如同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第七個月到第十二個月的這個利息呢也是政府補貼 所以呢這個利息呢我們不需要繳 所以每一個月呢要還款的這個數字呢 本金大致上是3300元以下 而從第二年起呢我們的本利攤呢本加利的一個還款的數字呢是3414元 而呢這個貸款呢是用本息均均的方式呢來做計算的 而我們經過我們實際計算呢這經過這整個三年下來 你要還款的總數字是103327元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意思是呢你總共要還的全部的利息呢是3300元 27元第一年的補貼的利息呢是1773元 所以啊整個這樣扣下來3327減掉1773 整個扣下來呢我們實際上真正的要付出去的利息是1554元 1554元分三年來還 所以呢也就是說呢這整個三年的總實際利息呢 約1.55% 而我們用單利來換算的話 每一年的平均利息呢只要0.52%而已 0.52%耶 這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你知道的話呢叫做前期債這個概念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你就忍不住啊想要接這筆錢啊 但是呢如果你不了解這概念的話沒有關係 關於前期債這部分的影片呢 那未來呢我有機會會跟你做分享這個內容 好所以呢我們剛剛講0.52%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透過我老師羅伯特清奇告訴我這個概念的意思就是呢 現在錢啊正在大排賣這筆錢很便宜啊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拿這個錢呢拿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資 放在其他的利率高於0.52%的地方的話 假設打個比方1%的一個商品 那這個1%你每一年呢可能1%然後減掉0.52%你的利差是多少 0.48%那你說我不敢去做投資我不想去做投資的話 那好不好OK沒問題 現在呢優利定存啊大概都是1.05%到2%了 所以呢也就是說呢這樣子的利差呢很容易做出來 而如果你懂得呢去做一些正確的一些好的一些投資 你懂得如何去做的話呢你要得到更高的%數呢 一點都不困難 5%一年或是10%一年這不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這個利差對你而言很容易做得出來的 但是呢我還是要先說一句齁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投資的話呢 你必須要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必須了解你的風險是什麼 而且呢我會極度的要跟你說的是呢 請你呢不要去做一些投機性的一些商品 高風險的這些商品 像是外匯啦股票啦這類型的東西 為什麼呢因為呢這些東西呢對我而言 你沒辦法去控制他這個數字的一個漲跌 風險比較大 所以呢最好的事情是呢 如果你懂得如何去創造一些帶來現金流式的這種投資的話呢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去低風險 然後可以給你一些好的一個投資回報率的 這個呢對你也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啊我們剛剛說了你是跟別人借來的錢對吧 是透過政府的紓困呢給你借來這個錢 所以也就是說當借來這個錢 是從你口袋裡面拿出來的嗎 不是 不是從你口袋裡面拿出來的錢 而你很快的因為這樣的利差賺回去之後呢 把錢還給銀行了之後 請問一下你的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是無限大 為什麼呢因為從你口袋裡面拿出來的錢 是零 當分母為零的分子不管賺多少 全部都是無限大 而且呢更好的是什麼呢 更好的事情是呢我們剛剛說的 在第一年呢是免利息的 所以呢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第一年呢 就把這個貸款給還完的話呢 你一毛錢利息都不用付 意思是什麼意思呢是一筆免費的錢 讓你去做運用 但是呢還是要從我剛剛說的 你必須呢得了解你自己在做什麼 好而呢在去年的這個名額呢 大概是100萬人的這個名額 而在去年有33間的銀行 可以呢給你做這樣的 承辦這樣的一個紓困貸款 就是這33間銀行 如果你想要申請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去洽詢這33間銀行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Jacky這個聽起來太好了 在這個過程中間 難道沒有什麼我需要注意的嗎 有接下來呢我就要跟你講 如果你要辦的話呢 你必須要注意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在辦這個紓困貸款的時候呢 它是會上連針的 所以也就是說呢未來呢 你假設你可能在半年之內 你有一些貸款的一些需求的話 例如你可能要房貸的自助 或者是你做房貸是想要投資 或是你有一些車貸 或是你借信貸也是要來去做投資 或是有些其他運用的話呢 這些銀行呢 它去查詢年徵的時候呢 它是會看得到你這個紓困貸款的紀錄的 而對銀行來講啊 這個紓困貸款這個紀錄 在這麼短期的這樣一個疫情的發生的狀況下面 你可能就有一些資金缺口的話呢 對銀行來講呢 它會認定你的還款能力呢 相對之下是比較不足的 所以呢它會給你的這個條件呢 就會比較差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你這個紓困貸款啊 基本上呢它會維持呢 半年的時間在連針上面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半年內呢 有這個貸款的這個需求的話呢 請你就不要辦了 如果你在這個半年內 有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房貸、自助、投資、車貸 或是信貸這些需求的話 請你就先不要辦 或者是如果你要辦的時候呢 而你知道你在什麼時候有需求 請你在這個需求的六個月之前 把它還完 他們需要再去查這樣連針的時候 已經沒有這個紀錄了 因為呢這個紓困貸款的紀錄呢 只會留六個月的這個時間 好 所以你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這個六個月 這個時間過了就 Yeah 我就自由了是嗎 是也不是 因為呢對政府來講啊 政府呢就是會規定這些銀行呢 你絕對呢不可以歧視這些呢 有紓困貸款需求的人的 所以也就是說呢 如果未來這些呢 有紓困貸款的人 他曾經做過這樣的紓困貸款 還要來跟你做貸款的話呢 你絕對不可以 因為他們做過紓困貸款 而不放貸給他們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而事實是啊 其實呢銀行內部會註記的 他會註記呢 他會註記呢 你曾經在他這間銀行來 貸過這個紓困貸款 他不會不貸款給你 因為政府規定他們 不可以歧視 不能不放貸給你的 取而代之的事情是 他們會給你一些很差的條件 讓你自己自然而退 而你自己自然而退 是你決定不貸的 不是他們不放貸給你的 所以呢對他們而言 他們也解套了 但是問題是你會不會發現到 這樣子對你而言某種程度上 你的權益跟利益有損害到呢 所以呢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解決方法就是呢 假設啊 你必須得挑對正確的銀行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紓困貸款 什麼意思 假設你平常呢 自己有一個你常往來的 A銀行 或者是呢 你的薪資轉帳的這個 B銀行 你未來可能會往來 或者是你有信用卡 這些C銀行 或者是有一些 D銀行 E銀行跟F銀行 未來呢你可能會去找他們 去做一些貸款這些需求 所以啊 你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呢 這個紓困貸款呢 你可以去找 Z銀行 這些呢 可能你一輩子 都不會跟他們 往來的這些小銀行 來去做紓困貸款 他們會在他們的銀行 內部裡面去做註記 但是呢 在聯爭之後呢 六個月之後你就自由了 對A B C D E F銀行呢 都沒有這個紀錄了 唯一有紀錄的內部註記呢 就是Z銀行了 但是 有什麼關係呢 你一輩子都不會跟他有往來的 對嗎 這個呢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解套的方法 好 但是呢 假如啊 你今天說 那這個紓困貸款 如果我真的貸下來的話 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對我而言呢 大致上分三種 第一種呢 就是 如果你真的因為 這次的疫情呢 你的一些生活 一些狀況啦 一些支出啦 或是一些收入 真的受到一些影響 可能對你生活會帶來影響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請你呢 把它留著 對於你的生活的一個儲備基金 對於這個 可以讓你呢 在你這生活上面 不至於呢 匱乏或是 沒辦法有飯吃 或是在一些地方上面 會出到一些狀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呢 你在這個狀況上面 你並不會真的是 因為這樣的疫情 你的吃啊 跟住啊 沒有辦法的話呢 第二件事情呢 我可以推薦的事情 是呢 但是呢 這個投資呢 又分兩項 一個是 投資你自己 也就是呢 在這個過程可能 拿這筆很便宜的這個錢啊 去投資你自己 去做一些學習 去學習如何 讓你呢 可以創造更多收入的一個機會 也許是自己去學習 如何去做好的一個投資 或者是去學習一些 新的紀念去創造更多的收入 而如果你用這個很便宜的錢 去呢 投資你自己去做這些學習 然後可以賺回更多的收入的話 不是太好了嗎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的投資呢 就是呢 可以去做一些真正的一些 財務上面的一些投資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 讓你帶來的 現金流的這類型的這個投資 記住啊 不要去做一些衝動型的投資 不要做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這筆錢呢 不是跟你拿來這麼用的 好 就是第二個 可以做的事情大項目 就是投資 投資你自己 或是做一些財務上面的投資 第三個呢 我認為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是呢 有的人啊 其實呢 一直很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或是想要做一些創業 可是他不敢去做 現在呢 跟以前的狀況已經不一樣了 以前要創業呢 你可能要準備幾百萬的資金 但是現在呢 其實如果你要創業的話呢 你甚至可以零成本創業 或者是非常低成本創業 所以呢 假如呢 你有一些新的想要嘗試一些東西 或者是呢 你一直想要去做一些 小小的一些創業的話呢 這個也許呢 是你一個很便宜的 一個起始的一個創業資金 這是呢 你可以去做嘗試的 好嗎 所以呢 對我們也呢 這個影片呢 就給你幾個結論呢 第一個 這個呢 蘇貨貸款是很便宜的錢 可以讓你做運用 第二個呢 你要去注意到事情的是呢 如果你在這個六個月內 你有貸款的一個需求的話呢 請你先不要辦這個蘇貨貸款 再來呢 第三個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呢 維持你的生活 做投資 投資自己 跟財務投資 以及去做創業